港隊在亞洲經典建立賽領長時 大會播放國歌時,播放了與港獨有關歌曲 運動員第一次按指引以T字手勢叫停 近日確診個案增多,許雪春說只要醫療系統仍能承受 暫時不需要收緊社交限制 德國說不會跟隨美國禁止進口和出售華為 和中興等中國企業的電訊設備 在迪拜舉行的亞洲經典建立賽 港隊領長時,大會在播放國歌時,播放了與港獨有關聯的歌曲 香港運動員第一次按指引以T字手勢叫停 港府暫時未有回應 亞洲經典建立錦標賽,昨天在亞聯遊的迪拜舉行 港隊選手連韋晶在女子47公斤公開賽中奪冠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根據亞洲建立聯會上載到YouTube的影片顯示 去到就唱國歌儀式時,大會播放出一首與港獨示威有關聯的樂曲 播了十幾秒,運動員舉起T字手勢,大會隨即停播 大約一分多鐘後,大會播回中國國歌 播完之後再播一次,但在中途暫停播放 港隊運動員隨後離開頒獎台 上個月,南韓人村舉行亞洲七人籃球賽 港隊出場就唱國歌時,大會亦曾播放同一首與港獨示威有關聯的樂曲 主辦機構當時解釋是人為錯誤,亞洲攬總也自怯 港協慶奧委會其後向核下所有體育總會發出國歌和星掛區旗指引 提供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給出席國際賽事領隊交給主辦機構使用 如果賽事期間發現出錯,需要以T字手勢示意反對 並要求暫停活動和立即更正 情況嚴重需要離場 而體育總會都需要向運動員講明相關指引 若果不遵從有機會暫停津貼或資助等等 今次是第一次有香港運動員按指引以T字的手勢叫停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為道 港協慶奧委會說,已經與香港舉重建力總會拿到聯繫 該會早前已經按指引主動向國際單行運動聯會 和亞洲單行運動聯會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包括國歌名稱和區旗規格 總會領隊在出發前也按指引,在上個月底向港協慶奧委會 索取附有正確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帶去比賽使用 相關運動員和領隊在事件中作出適時並恰當回應 短時間內通知主辦機構更正 港協慶奧委會已擇承舉重建力總會 向主辦機構和亞洲建力聯會詳細調查出錯原因 並且向港協慶奧委會提交報告 近日本港確診數字一度突破過萬中的水平 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說,只要醫療系統仍然能夠承受 本港暫時不需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如果你看看病毒的即時繁殖率,近期都是1.12% 換句話說,數字可能會上多少少,然後就會回落 現在大部份都是輕症為主,其實現在應該是逐漸復常的 如果要收緊,除非是醫療系統承受不到 但是暫時如果看數字,一線房用了一半床 二線的隔離病房都是用了三分之一 現在因為這幾個月都容許了輕微的確診個案做一個檢驗 再加上口服藥也很容易提供到 所以有這些措施就沒有那麼有需要收緊這些防疫措施 本港新增9996宗新冠病毒確診 再多11個患者離世,包括一個5歲男生 那個5歲男生接種了一針疫苗 他在星期一確診,星期三凌晨出現腦水腫 前日送去威爾斯醫院兒童心切治療部接受治療之後不治 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0560人死亡 至於新增個案有637宗屬於輸入 本地個案有9359宗 本地病例發現多7宗XBB 和4宗BQ.1.1變異株個案 十五間安老和殘疾院舍有21個院友染疫 11間學校各有一班出現聚集個案 要暫停面售貨一星期 院舍院友和免疫力低的人士可以選擇二架疫苗 分別作為第三針和第五針 有政府專家顧問提醒 溝針的反應會比較大,但整體安全 有安老院負責人說 長者和他們的家屬要等數據再觀望 因此不少長者和安老院舍院友 之前都接種科興疫苗 根據當局最新建議 可以選擇伏必泰二架疫苗 作為第三針或第五針 有政府專家顧問說反應會較大 由安老院負責人說 約九成院又已經接種三針 連同年初不少人曾經感染 雖然已經等同接種四針 但估計抵抗力減弱,又需要接種第五針 若果溝針的話,院友和家屬可能有顧慮 但他仍然認為應該在政府外展接種隊加入這針 被原有可以選擇接種一架、一或二架疫苗 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導 內地新增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宗新冠病毒本土港銀 比前一日減少近二千宗 廣東佔最多有六千七百一十九宗 其中廣州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宗 深圳就有二百三十三宗 深圳市即日開始,搭巴士、地鐵、的士 和網約車等的公共交通工具 不需要核酸檢測證明 但仍然要掃場鎖碼和查驗健康碼錄碼 當局解釋是為了落實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求 方便群眾出行 另外,北京和重慶就分別新增三千三百一十三宗 美國上星期宣布禁止進口和出售多間中國企業生產的電訊和攝錄監控設備 說對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風險 德國經濟部說不希望跟隨美國一刀切的做法 會按情況逐一審視 華為就說會保持與德國和歐盟建設性磋商同對話 俄烏戰士突顯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德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因而備受關注 美國有國會議員就批評德國的決定會危及國安以致歐洲安全 美國正式撤銷起訴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孟晚舟的代表律師和華為方面暫時未有回應 路透社報導 美國布魯克林地區法官唐納利 星期五撤銷對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起訴 路透社早前報導說 因為孟晚舟沒有違反和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延後起訴協議 布魯克林檢察官星期四在協議到期日 去信地區法官要求撤銷對孟晚舟的起訴 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應美方要求拘捕過境的孟晚舟 美方指控他沒有將華為透過香港註冊子公司聲通 和伊朗的業務往來如實告知匯豐銀行涉嫌欺詐 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的規定 令匯豐蒙受違反制裁的風險 孟晚舟和美國司法部在去年9月達成延後起訴協議 美方將起訴日期延至今個星期四 期間孟晚舟如果遵守協議條件 包括不挑戰美方任何事實指控 美方就會撤銷起訴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美國將包括中國在內的12個國家列為侵犯宗教自由特別關注國 被列入名單的還包括緬甸、伊朗、北韓、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 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和塔利班等9個組織 亦都被列為特別關注實體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這些國家同組織因為宗教原因 對個別人士進行滋擾、恐嚇、酬禁甚至失害 強調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但歡迎與有關國家初商怎樣由名單隨名 美國一直說 中國迫害信奉伊斯蘭教的新疆維吾爾人 中國否認 說美方只是打著宗教自由仿指干涉別國內政 最終必然失敗 有四一集 轉頭回來有其他消息 翻來新聞時間先看一節最新消息 2019年里大衝突案 11人暴動、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成立 我們轉看看 警方新界南總區展開反罪惡行動 搜查多處地點,拘捕了26人 反黑組機動部隊人員搜查荃灣的工業大廈 去到派對房間查牌 之後又巡查酒吧、查閱顧客的疫苗通行證 另一方面 警方在東涌日東二村附近 偵破一個懷疑由黑社會操控 在無牌燒烤場開設的賭檔 拉了16男10女 檢獲一批證物 包括賭具、二萬多元現金 警方說世界杯足球比賽期間 不法分子在娛樂場所賭博會加強打擊 世界杯的進行期間 如火如荼 我們警方留意到 有一些不法分子 藉著這個機會 進行一些違法活動 包括一些賭博 各式各樣的賭博行為 以及可能在一些公下 那裏開設一些非法的娛樂場所 為了打擊這些黑社會的勢力 以及堵截他們的收入來源 我們新加南刑事部 在今天展開了麗庭數月的行動 警方在港鐵鑽石山站舉行反恐演習 無意有恐怖分子挾持人質 被警方制服和擊斃 大批警員趕到鑽石山港鐵站封鎖現場 反恐特勤隊和飛虎隊到場 現場消息說五個持刀槍的恐怖分子 在一列開往將軍澳的港鐵列車上襲擊乘客 列車停在鑽石山站 警方和恐怖分子爆發槍戰 四個恐怖分子被擊斃 一人被捕 五十個乘客獲救 其中十三人受傷 警務署署長蕭澤儀也到場視察和聽取回報 神舟十四號和十五號一共六個航天員 實現中國第一次載軌換鑼之後 神舟十四號三個航天員 將會在明天翻回地球 經過近三天的共同生活工作 我們神舟十四號任務成組 將中間站所有工作交接完畢 我代表三到十五號已經過確認 可以簽字 兩組航天員昨晚進行交接儀式 並且移交中國太空站的鑰匙 意味著神十四的航天員 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務 將會在明天坐飛船翻回地球 預計夜晚著陸東風著陸場 著陸場和各參試系統正是展開迎接航天員返回的各項準備 中國太空站已正式開啟長期有人豬流模式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伊再次警告 中國短片分享平台TikTok引發美國國安憂慮 雷伊星期五在密歇根大學發表演說的時候說 TikTok掌握在與美國沒有共同價值觀的中國政府手中 中方有能力控制TikTok的推薦演說法 操控內容和影響運作 並且可以透過TikTok收集用戶資料用於傳統間諜活動 雷伊上個月在眾議院聽證會上也曾作出類似指控 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回應說 堅決反對散佈虛假信息 並以此為藉口打壓中方有關企業 呼籲美方採取更加負責任的方式 設實尊重和遵守公平開放和非歧視的國際規則 烏克蘭駐歐洲多國司令館收到血聲郵包 所有駐外司令館加強報案 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警方星期五在烏克蘭大使館外拉起封鎖線 出動警犬搜查 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 烏克蘭領事館的職員和家屬登上巴士 附近有警員把守 烏克蘭說 駐西班牙、捷克、匈牙利、荷蘭、波蘭、克羅地亞、 意大利和奧地利的市令館 分別收到裏面有動物眼睛的血聲郵包 烏克蘭駐梵帝剛大使說 官邸遭到破壞 門口和樓梯有臭味 外長傅列巴就說 有理由相信是針對烏克蘭市令館的恐怖活動 經過精心策劃 因為搞事者知道 沒有辦法在外交上阻止烏克蘭 所以恐嚇市令館 西班牙多處早前收到炸彈郵件 包括國防部、武器生產商、 烏克蘭和美國駐當地大使館等等 近日確診個案增多 許雪春說只要醫療系統仍然能夠承受 暫時不需要收緊社交限制 港隊在亞洲經典建立賽領長的時候 大會播放國歌的時候 播了與港獨有關的歌曲 運動員第一次按指引以T字手勢叫停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姨說 TikTok母公司由中國政府控制 引發美國國安憂慮 大家好 我是林可盈 近日本港確診數字 一度突破過萬中的水平 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說 只要醫療系統仍然能夠承受 本港暫時不需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如果你看回病毒的即時繁殖率 近期都是1.12% 換句話說 數字可能會上多少少 然後就會回落 現在大部分都是輕症為主 其實現在應該是逐漸復常的 如果要收緊 除非是醫療系統承受不了 但是暫時如果看回數字 一線房用了一半床左右 二線的隔離病房都是用了三分之一 現在因為這幾個月都是容許了 輕微的確診個案做一個檢驗 隔離的 再加上口服藥也很容易提供到 所以有這些措施就沒有那麼有需要 收緊這些防疫措施 在迪拜舉行的亞洲經典建立賽 港隊領長的時候 大會在播放《國歌》的時候 播放了與港獨有關聯的歌曲 香港運動員第一次按指引以T字手勢叫停 港府回應說反對和強烈不滿 並且肯定香港代表在當場 維護國家尊嚴的表現 已經要求港協企奧委會 盡快提交報告並且嚴肅登進 亞洲經典建立錦標賽 昨天在亞聯遊的迪拜舉行 港隊選手連韋晶 在女子47公斤公開賽中奪冠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根據亞洲建立聯會上載到YouTube的影片顯示 去到就唱國歌儀式的時候 大會播放出一首與港獨示威有關聯的樂曲 播了十幾秒 運動員舉起T字手勢 大會隨即停播 大約一分多鐘之後 大會播回中國國歌 播完之後再播一次 但就在中途暫停播放 港隊運動員隨後離開頒獎台 上個月南韓仁川舉行亞洲七人籃球賽 港隊出場就唱國歌的時候 大會亦都曾經播放同一首與港獨示威有關聯的樂曲 主辦機構當時解釋是認為錯誤 亞洲攬總也自怯 港協慶奧委會其後向核下所有體育總會發出國歌和聲掛區旗指引 提供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 給出席國際賽事領隊交給主辦機構使用 如果賽事期間發現出錯 需要以T字手勢示意反對 並要求暫停活動和立即更正 情況嚴重需要離場 而體育總會都需要向運動員講明相關指引 若果不遵從有機會暫停津貼或資助等等 今次是第一次有香港運動員按指引以T字的手勢叫停 無視電視機者林俊謙道 特區政府說不對事件表示反對和強烈不滿 已要求港協慶奧委會盡快提交報告 嚴肅跟進事件 而根據對方的初步報告 香港運動員和領隊已按照指引 在頒獎例上作出即時回應 促使主辦機構停止典禮並作出更正 特區政府肯定香港代表在當場維護國家尊嚴的表現 而港協慶奧委會說 已與香港舉重建立總會得到聯繫 該會早前已按指引 主動向國際單行運動聯會和亞洲單行運動聯會 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 包括國歌名稱和區旗規格 總會領隊在出發前亦按指引 在上月底向港協慶奧委會索取 附有正確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 帶去比賽使用 相關運動員和領隊在事件中 作出適時並恰當回應 短時間內通知主辦機構更正 港協慶奧委會已達成舉重建立總會 向主辦機構和亞洲建立聯會 詳細調查出錯原因 並且向港協慶奧委會提交報告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伊再次警告 中國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引發美國國安憂慮 雷伊星期五在密歇根大學發表演說的時候說 TikTok掌握在與美國沒有共同價值觀的中國政府手中 中方有能力控制TikTok的推薦演算法、操控內容和影響運作 並且可以透過TikTok收集用戶資料用於傳統間諜活動 雷伊上個月在眾議院聽證會上也曾作出類似指控 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回應說 堅決反對散布虛假信息 並以此為藉口打壓中方有關企業 呼籲美方採取更負責任的方式 切實尊重和遵守公平開放和非歧視的國際規則 俄烏戰時持續超過九個月 俄羅斯說總統普京對和談持開放態度 但前提是西方要承認早前通過公投兵入俄羅斯的新領土 而七國集團、澳洲和歐盟就一致同意 將俄羅斯海運石油出口價格上限定為每桶60美元 防止俄羅斯將石油收入投放在俄烏戰時 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地區有一個導彈墳場 這裏傳放俄軍空襲烏克蘭的導彈殘骸 讓國際法庭和法政專家作為證據 證明俄軍使用導彈攻擊烏克蘭民用基建 烏克蘭總統債蓮斯基的顧問引述軍方的數據 說自2月底俄烏爆發戰時以來 大約有13000個烏軍陣亡 估計平民的死傷數字更高 俄羅斯克里姆林公發表聲明 說總統普京在星期五 和德國總理索爾茨通電話 普京說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破壞性的立場 包括軍事援助基庫政權 訓練烏克蘭軍隊 以及對烏克蘭全面的政治和財政支持 以至烏方完全拒絕任何談判的想法 他強調俄軍長期避免以導彈攻擊烏克蘭境內一些目標 但烏克蘭就利用這些設施 對俄羅斯的民用基建進行挑釁性襲擊 俄軍因而被迫作出回應 赫里姆林公發言人早前表示 普京一直對和談持開放態度 但前提是要承認俄羅斯的新領土 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四個地區 9月在公投後並入俄羅斯 而西方社會一直不承認這個公投結果 認為這些地區仍然是烏克蘭的領土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和到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 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表示 如果普京有意停戰 他準備好和普京對話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 星期五澄清說拜登目前沒有意圖和普京對話 又說只有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有權決定是否 以及何時和俄羅斯談判 另一方面 歐盟成員國星期五達成協議 同意將俄羅斯海運石油出口價格上限 定為每桶60美元 協議仍然需要經過書面程序正式批准 相關細節將於未來的星期日公佈 歐盟對俄羅斯石油設定價格上限 目的是要防止俄羅斯將石油收入 投放在俄烏戰時 以及防止油價急升 七國集團和澳洲之後也宣布 同意以每桶60美元 設為俄羅斯石油出口的價格上限 俄羅斯早前已經表明 不會向支持設定價格上限的國家供應石油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美國由明年2月開始不再將MPOX即是喉斗疫情 列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衛生部長貝塞拉星期五發聲明說 鑑於MPOX病毒的確診中數現在已經偏低 預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生效期在明年1月31日戒滿之後不需要再延續 但仍然會密切留意疫情趨勢 鼓勵所有高危人士接種免費疫苗 美國早前爆發MPOX疫情 曾經錄得超過6000宗病例 總統拜登在8月宣布 將MPOX疫情列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福必泰二架疫苗底港 即日開始可以給12歲或以上合資格的人接種 究竟二架疫苗和初代疫苗有甚麼分別 醫生又建議哪些組群應該要盡快接種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公務員事務局說 截至星期四晚網上預約系統 累計接獲3萬3千多宗 福必泰二架疫苗預約 有藥劑師就說 二架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 比起初代高3.2至4.8倍 醫生就建議長者免疫力低 或準備外游的人要及早接種 減低重症風險 氣溫近日趙降 不過黃大仙這個社區疫苗接種站 早已有不少人在室內等候打針 他們大部分都是選擇最近先推出的二架疫苗 作為他們的第四針 五四秒 現在打得痛點 剛剛痛不痛 現在不痛 打下去才會痛 我聽政府說好就好 有沒有說打完覺得怎樣 覺得好就好 都是為了自己的身體 是不是 我也是打 今次是打貨貝太二架 都怕自己中的 打了之後 那個心理上 還有自己可能那個 總之就是會好些 那個自信心會強些 都沒有什麼 是為了工作和保護家人 我們都是信政府 他們都要看過所有的東西 才會讓我們打 我們都有信心 黎智角另一個疫苗接種站 人流沒有黃大仙那麼多 來打針的主要是準備去旅行的人 外面的人沒有人戴口罩 自己戴了口罩之餘 再打針當個保障 我也覺得是有需要的 打了沒事 沒什麼不舒服 準備去旅行 所以想安全一點 普通打針都沒有什麼 之前那三針都是這樣的 18歲或以上人士 或者12歲或以上 免疫力藥的青年 如果打過三針之後 未曾染疫 或者曾經確診而打過兩針 即日起可以網上預約接種二架疫苗 接種地點遍佈全港多區 包括社區疫苗接種站 或者接種中心 醫管局指定普通科門診 和指定的私家診所等等 60歲或以上人士 更加可以領取即日醜即場打針 不過其實什麼叫二架疫苗 和一架疫苗有什麼分別呢? 一架疫苗有一個原始株的mRNA 最基本的就是武漢那時候 新冠肺炎病毒的mRNA 而二架 除了本身最初的始株之外 加上現在流行的Omicron BA.4和BA.5 它製造的中和抗體 比一架疫苗高出3.2至4.8倍 除了BA.4和BA.5之外 XBB.1和BQ.1都有一個保護能力 回製二架疫苗 原始病毒株和Omicron BA.4或5變異株的分量 各佔一半 分別有15微黑 成分不同了 安全程度又如何呢? 最近有一個研究發現到 原來他們發現 如果有些人士不打加強劑 死亡率是高於加強劑的人士 根據藥廠第二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他們看到一些數據 因為他們招募了一班人士 打了三針的一架疫苗 然後分兩組不同 他們發現副作用、安全性是相弱的 最常見的副作用 一、二架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些針口有些紅、腫、少少銅 政府目前建議兩類人士 應該接種第四針疫苗 包括是50歲或以上人士 以及12歲或以上免疫疫苗的人士 崔聚明認為 如果成年人最近有外游需要 也應該及早接種復必泰二架疫苗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祺欣說 除了長者之外 如果成年人從事較高暴露風險的行業 也應該盡快接種二架疫苗加急劑 譬如像我們做醫護的 要處理這些 譬如我們說病人的核酸的樣本的實驗室人員 譬如他要往返中港兩地的 譬如經常都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譬如我們說體育多病的長者 我們都會建議他應該要接種 即是第四針 一般來說 譬如你第三針已經打了超過半年 或以上 其實你是可以接種加強劑的 但現在只有復必泰藥廠提供二架疫苗 科興暫時沒有 如果頭三針都是打科興的人士 現在選擇轉打復必泰二架疫苗 會不會很容易有不倫反應呢 泰國或者智利巴西 其實我們都看到類似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跨疫苗平台那個做法 它的好處是多於壞處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長者 即是打完復必泰之後 都會有一些很嚴重的不適呢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的 那麼根據我自己身邊的人 或者我的病人 打完之後那個 即是我們講的feedback 或者回應 其實都很多時都沒有這方面的太大問題 本港確診數字有回升趨勢 近日單日確診從上過萬中 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 聯同專家顧問團開會之後 發出暫議共識建議 敦出安老同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 盡快接種第四針疫苗 如果打了第四針超過三個月 也可以選擇打第五針 而打了兩針的院友 也可以選擇二架疫苗作為第三針 由院舍負責人說願意配合 近日的院舍的個案看到是有上升的趨勢 這個上升其實就是我們分析了 是不是二次感染的老人更多呢 其實不是的 二月份大規模的爆發到現在 應該說有七、八個月 是不是那個自然疫苗下降了 如果有很多的方向數據 證實到保護率是高的 負作人也都低的 我覺得是需要去注射這個二架疫苗 更加去保護我們的老人家 他說目前旗下院舍的院友 近九成已經打了三針 不過過去大部分都是打科興疫苗 第四針要轉打復必泰 需要時間再向院友和家人解釋 預計未能在短時間之內 安排外展隊上滿打二架疫苗 我們最近所有院舍的長者 也都進行了季節性流感針的注射 這方面因為老人家都覺得 我們這麼短時間裡面 好像經常都要打針 暫時業界都希望看多些數據 還有看看近期的法定率高不高 才去作出一個決定 因為我們做第五針的注射 要走程序 要家人同意 也需要收集他們的關注方法 這是需要時間的 政府已經向藥廠採購190萬劑 伏必泰二架疫苗 首批大約77萬劑 已經在日前抵港 藥制師崔俊明相信 二架疫苗將會逐漸取代一架疫苗 那麼一架疫苗 是不是已經沒有作用呢 無可否認有二架疫苗 市民是會趨向打多些二架疫苗的 另外就是一架疫苗 為什麼都有存在價值呢 事實上有些 12歲以下的那些 暫時未可以有二架疫苗 或者可以接種著 可以接種著 都可以打一架 還有多個選擇給市民 當然你簽了合約了 就可以跟藥廠說 可不可以將 如果真的有症 一架疫苗 可不可以轉為 可能部分補貼二架疫苗 如果有症疫苗 其實可以捐給其他有需要的國家 那就不要浪費了它 時事多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